政府最近预算不足 希望从感染者推荐 产行所谓的 制造健保制度的部分负担 那我们调查里面也发现 有大概三到四成的感染者 其实经济状况是 经济不浮出的 那这会造成他们在 唐室疾病的压力上面 感受很强 所以今年是第一次发现 艾滋治疗费用 成为艾滋跟艾滋 非常担心的一个例子里面 这样的关系 那后面是可以往唐室医院的 那去过去来讲 台湾以每五个小时 最加一位艾滋跟艾滋 那现在台湾 正以每四个小时 最加一位艾滋跟艾滋 是不是在前面 很多人都问说 不是整体疫情下降的吗 那为什么 怎么会五个小时变四个小时 其实在面积都可以看到 新女儿女感染 艾滋的比例 比较越高 然后加上政府 所有读文的水平栽减 有动愿意出来栽的人越多 当然氧气率也会增加 那新少年感染人数的比例 跟所谓使用性 因为新用料 然后之后没有帮助的行为 感染的比例 比较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学生教育要比较高 我从那个领域开始 只要外出而有 所以只要进步 过 其实我刚刚刚的部分的领域是 刚开始不知道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身份 然后 其实也会发现 他们不会有一个小马路 就跑步一身 但是在这部位的领域 其实这个领域是 老师外面的过程 我一定会有一个小马路 但是 他还过了一年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就是 不会有一个小马路 是不是后来看回程 然后 那我并不让他自己可以下载 那我突然觉得说 我好像跟医生讲的故事 我跟他可以继续跟医生讲的故事 因为我可以一直到自己的心里 跟他跟医生 所以 我会听到这种病毒 我会听到说 不会只能比他 给你足够的马路 不会 不会把他整 不会想把他跟医生 那我就跟他跟医生 那也属于是 因为方向这样的 人不只能 歧视跟贵律 所以你不行下去 他要是一个是 他一开始就 就在一门 所以 他真的到达不容易的事 为什么 很多年的爱情房的教育 然后 他带来的 如果他是上升 那我已经推隔两个愿意 第一个就是 因为歧视的状况 他是存在 那特别帮带来整体 所以我就要他们自己 这样这样的作用 可以帮他自己提起 那特别是需要的是说 这个友善的设备 让他们愿意 进行的旧意 然后让他们 能够接受医疗 保护 但没有太阳的人 要进行所谓的 全面保护的教育 所谓全面的教育 不是只有在医院 要做全面保护的措施 而是要从想开始 就不太要做 比如说我们看到 心意 精益 高度的 所谓的 提议的时候 就应该要去保护 非安全的事情 会存在 这个是我们的 成立使用器 只有一个靠主 靠在体育上 成立使用器 最终的影响 所以我们都要 振脱 成立 力量 就是配合 当然的重建 就是有些 应该要 心肝 美丽 心肌 的人 或是 他们在 自己的 还是包括 埃及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看 什么 台湾在中国的 全面保护的 教育 尤其是 埃及教育 或 新健康的 教育 还有 不会抽搅 还要把我们 偷偷 别人 的经历 就应该要做 保护的 这样的教育 应该要 就是这样的教育 那就是这样的教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